4月14日,纽约州长库默召开新冠疫情记者发布会,更新纽约州最新的疫情进展,并表示总统特朗普的所作所为是在引起战争。 截至4月13日,纽约州新增住院患者18,697人首次出现下降,新增插管患者人数连续两天出现负增长,新增住院患者1649人连续两天下降,死亡778人,总死亡人数达到10,834人。 库默宣布,纽约州已经成功改变,并且每天都在改变疫情曲线,证明我们控制了病毒,而并非病毒控制了我们,但是民众的行为仍然至关重要,关乎着疫情发展的方向。 库默表示,总统特朗普4月13日宣布,他对重启经济有决定权的说法是错误的,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,其所作所为是在引起战争。 他表示,疫情的严重性和重要性不能作为政治斗争的筹码,并表示,除非总统做出鲁莽的决定,否则他本人无意在该问题上与其争斗。 库默表示,他愿意与总统进行全面合作,但是何时以及如何复工,恢复经济的问题上,需要非常谨慎。